习惯,我怎么一直接到你们的信件,我这样也好了,表示我知道你们在练习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不需要去开启outlook 我也可以去达到寄信的目的 那当然加上如果你要跑一个回圈的话,比如说你有很多个email 你也可以同时寄信给不同的人 这个是绝对办得到的 所以当然你这个地方可能要自己稍微做个修改 这个只是一个范本 好,第二个步骤,所以刚刚讲了两个步骤 这个有点难度,因为有些东西一定要实际上做过 我这样讲可能很快就带过去 但是你们回去练习可能要花更多时间 也许一下子没办法马上顺利 所以一,请你设定好outlook 第二个的话呢,把这个范本贴到VBA 第三个的话呢,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就是说 在outlook里面会有一个权限 因为他担心说如果有人一直寄信的话 那你outlook如果你会有担心有那个安全性的顾虑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 假如你送信的时候 他outlook好像会跳出一个什么东西 会卡住 就有点像是一个讯息告诉你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到上方的箭头去把信任中心里面的设定 改成什么呢?不要警告我可疑的活动 OK,不过他刮我是不建议的 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用VBA去记信的话 他实际上等于是用外部的程式去启动那个outlook 那他会认为这个有可疑 因为病毒可能也是这样子在进行 所以他会一直提醒你 所以等一下我可以记给各位看 理论上这样做完之后 假如说应该没问题我按F8好了 如果你没有把握到按F8 F8意思就是主行跑 这一行如果过的话 表示你的outlook是已经被启动了在背后 第二个的话新增一个邮件也OK了 第三个的话把email放进来也没有问题了 再来的话就是BCC 那什么时候会记呢?点send 点send就是把这一封信寄出去哦 好,寄出去 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 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可疑的行为就这个啦 他会认为你是可疑的呀 他会跳这个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当然是要允许啊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每记一次 他就要允许一次 那如果是你跑一个回圈 同时要记给非常多的人 那你不是要一直允许一直允许一直允许的 所以如果将来你遇到这种状况 你不要他一直按允许的话 很简单 当然我这边按允许了 就记出了 应该没问题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记出了 那如果说将来你不希望他一直允许的话 很简单 这边这个是我以前旧的信 测试信 OK 那如果你不希望他一直跳出来的话 你可以到哪里呢? 这边有个箭头 然后呢 其他命令 箭头其他命令 信任中心 信任中心设定 里面的什么呢? 呃 隐私吗? 我看一下 这边 以程式设计方式存取 以程式设计方式存取 不要警告我 有可疑活动 刮虎不建议 如果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之后呢 你用VBA去存取的时候 他就不会一直跳出 是允许还是拒绝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了 好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这个地方 因为牵涉到一些设定 所以有些设定 有些同学有设定 你可以玩玩看 如果今天暂时做不出来 没关系 回家可以再试试看 OK 好